HELLO 你好 我是阿桑 不知道你有没有以下的问题 就是好的护肤品是否一定是贵的呢? 贵的护肤品是否应该是最好的呢? 好的护肤品是否应该有六七八个步骤 它又写着男士用 那男士用我又可不可以用呢? 护肤品是否分男女呢? 最近我有发现一款香港的本土品牌 它研发和製造都在香港 现在正在主打美国市场 既然有好东西 那为何不应回香港人呢? 今天介绍这个品牌 就叫做Beauty by Jebbies 我们叫做BBJ 如果你上网看的话 你会看到它很努力去推动 一样叫做Clean Beauty 究竟什么叫Clean Beauty呢? 纯正配方即是100%的纯素 令残忍 没有香精 也没有致敏缘 其实我们的肌肤它很漂亮 因为我们的人体基本上 它是有自我修复能力 即是说除了它会自己去调节之外 它也会不时去跟我们说话 即是说我们要听多一点 我们聆听肌肤的声音 有一样东西我最喜欢 就是护肤流程要简化 即是不要六七八个step 越简单越好 那对我们的肌肤也是最好的 其实我觉得护肤品最重要 这个成分是温和、天然 以及我们用了对我们的肌肤有效 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护肤品 那还有一样东西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分男女 即是说你放在家 可以分在一起用 这个是你最特别之处 就是它有一种来自瑞士的活性成分 叫做极地雪组 这样它是来自瑞士的高山上面 它是一种突破性的抗衰老方法 可以延长我们皮肤细胞的寿命 它可以激活我们皮肤细胞的能量 还有最近是可以 启动我们皮肤长寿的基因 它也是没有SLS和SLES在里面 那可能你会说是什么呢? 其实这两种都是一些比较便宜 或者是它是比较强力的清洁剂 第二样呢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 量肤抗肘面部精华 这样一样 那就听到就知道精华了 是不是? 有什么好处呢? 有抗肘、保湿 亦都可以帮手淡化到色斑 它里面有一个成份 基本上是被供应为 最稳定的维生素C衍生物 它最主要功效是什么呢? 就可以令我们肤色提亮 另外也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所以这个很重要 它除了刚才提过的极地雪组 它还有两样的活性成分 在里面 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样就是 烟蜜泡醉糖 保护我们的肌肤 以及可以避免我们 经常受到紫外光照射受肌肤的氧化 我们洗完臉之后 就可以做一至两滴 如果你的臉是大一点 好像我那样 或者你觉得那天的臉都很干 你可以自己随心加多一两滴 就可以擦均面 你擦完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很保湿的感觉 第二样要介绍 就是一种眼部的精华 如果你常常都会因为不够睡 睡得不好 而有黑眼圈的话 这个眼部精华就适合你用了 眼睛一向都比较敏感 在眼睛附近 有时候我们都会面对差不多的情况 有时候会有些浮肿 刚才提过黑眼圈 去到差不多的年纪 就会有些细纹出现 里面就有主要的活性成分 刚才提及过ISOVIC 在里面 强烈建议你14天 试试用14天 因为14天是有效抚平我们的细纹和心纹 它有摧取至绿茶的咖啡因 有茶多酚的抗氧化剂 可以平衡油脂和修细毛孔 做一两滴在一个手指尖 你可以用几个手指 或者用无名指 在眼睛旁边轻轻势力 敲打一下 然后一分钟之后 它吸收完之后就OK了 刚才一路介绍有些什么 洗了面之后用 我怎么会漏了洗面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介绍另一款 洗面的给大家用 洗面就不难用 你看到片中 都是简单去洗濕了面 然后就可以去按摩 这样就可以用到 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 里面有可可巴油 有丰富的维他命AED 和抗氧化成分 在里面 也有马齿燕提取液 如果大家上网看过 都知道它抗菌和消炎的功效是不错的 用了椰子油表面的活性剂去制成 所以如果你的肌肤是比较干燥 或者比较敏感 都不用担心 可以放心去使用 第二款推介给你的是 换肤去角质洗面乳 你会听到 换肤又去角质 我们就不需要日日用的 这款开始的时候 先试一下两次 等自己的皮肤去习惯 慢着 为什么要去角质 因为我们要去除皮肤一些最老 或者死了的细胞层 才可以有机会被年轻的出来 尤其是我们现在天天都戴着口罩 很容易油脂分泌太多 皮肤毛孔就会堵塞了 我以前都用过去角质的护肤品 你又不用担心 有时很害怕的 可能磨砂太厉害 整股沙纸在散 我自己觉得 它的感觉是比较温和的 你用的时候 你感觉到有些粒粒在 不过是比较舒服的 去清除我们的角质 好了 它有什么成分呢 除了我们不停提到的 碎氏高山的极地雪组之外 还有稻米碎锤在里面 有安基酸 维生素等等的天然保湿因子 所以我们的皮肤就比较水润 可以用法都是很简单 我们直接在面上打圈 轻轻磨擦 还有避开眼睛的位置 然后可以用暖水冲回去 那就搞定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品牌介绍 为什么今天选择这个品牌 是因为我们都支持香港本土的制作 是很有心的一班香港人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去上网的时候 你不相信 你可以看一下价钱 你就会明白 原来又不是要很天价的价钱 可以对我们的肌肤是好的 还有我自己很喜欢它的理念 是简单一点 还有其实你看到的里面的成份 你就会觉得真是物超所值 最后不要忘记 分享、赞和订阅 按小铃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